欢迎收听《义士邪军》第309回 三个人争相恐后的喊了起来 我是文兴书院梅高杰门下弟子 韩志栋 阎凤 琴求是 金三公子是伟大的 金三公子是高尚的 是最好的人 我们欢迎金三公子回到天乡 梅高杰是老甲鱼 孔领阳是老王八 孟家就是一窝子龟孙子 说来也奇怪啊 在三人第一句骂话出口之后 三人接下来呢 竟是越骂越顺嘴 越来越流利 什么客毒就骂什么 什么下贱就骂什么 这却是因为第一骂出口之后 这廉耻之心呢 便随之丧尽了 至此呢 滔滔不绝 流利至极啊 君莫邪此刻 就像是一个逼梁为娼 终于成功的老宝子 咬着牙哈哈大笑 得意洋洋 纵马而行啊 旁人呢 看着他的眼神 就像是看着一位 地狱来客 数千人的眼珠子 同时凝固在了这一刻 天乡城至此彻底的乱了呀 君莫邪的强势进城 就像是一股啊 空前的狂猛的风暴 煞时之间呢 袭奖了整个天乡古城 从君莫邪进城的这一刻 各大世家啊 竟都动作了起来 无数的唐河的折子 血片一般的飞往了皇宫 更有几个老家伙呢 直接坐轿子进宫了 独孤家在看戏 李家毫无动静 唐家也是一片沉默 慕容世家出了几个打探消息的 然后便无影无踪 君老爷子稳坐钓鱼台呀 得意的吩咐厨房准备最好的酒菜 儿子和孙子归来 老爷子准备与之好好的通饮一番 至于外边的事 有儿子有孙子 哪里还用得着老子呀 不得不说 莫邪这小子的做法 可真是大胆到了极点了呀 不过这却也是最好的处理办法 既然现在在世俗观念上 已经占到了天下人的对立面 那就不妨一狂到底 君莫邪如此一闹 强大的威慑力同时形成 再加上其本身的强大的实力 更有八大至尊中的草原英神英伯空坐镇 莫邪本身呢 还顶着一个独占四神玄的名头啊 还别说 君家背后还有一位几乎是天下第一的神秘高人 君家的超级世家名头算是彻底的坐实呢 哪里还跑得了啊 君家终于到了真真正正扬眉吐气的时候了 至于朝廷中的滥事 联合一下慕容世家和独孤世家 打压一下那些穷孙 免得他们乱叫唤也就是了 甚至呢都可以直接不理 眼下呀是老子心情好 要是哪天心情不好的话 直接灭掉谁敢说个不字 老爷子浑上忘记了自己前几天是如何的着急 一脸的得意洋洋 温柔泰山 至于陛下的面子 这些不想了 反正现在的帝国也没能耐处置君家 亲者自卿 爱怎么着怎么着吧 诸如宋家等世家 简直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乱作了一团 孟家更是不堪 就像是被斩了尾巴的秃毛狗一样啊 死命的往皇宫递折子 然后再三再四的往李家跑 妄图呢 能抓住那根根本就不存在的救命的稻草 却老少都见不到人 傻子才会和你一起陪葬呢 在听到了三大才子大骂梅高杰孔令阳和孟家的时候 孟家家主孟尤伟垂头丧气的从李家回来 一连数次求见 全无结果 愣了半晌呢 骑上马去了慕容世家 原本在家里静候佳音 准备扬眉吐气的梅高杰老大人 在听到自己的得意弟子当街大骂自己的时候 生生的气晕了过去 贵族堂里堂胖子得到了大哨进城的消息 就像是皮球被狠狠的拍了一下 一跳老高 立刻要出门迎接 却被海城峰和宋商死死的拉住了 理由啊 很简单 君墨鞋之前郑重的吩咐过 回来之后的这场风波 唐园不亦参与 别人或者不敢动君家 但是却未必不敢动唐家 说到底呢 唐家始终是天乡诸家之末 再说句实话吧 除去胖子与君墨鞋交情墨逆 唐家自家主唐老爷子以下 其实可说的乃是天乡皇室的始终 有些事情呢 还是不要太让自己的兄弟为难 这一次的事情 君墨鞋要一肩扛 独挑天香 终于到君家的时候 君墨鞋片腿下马 走上了台阶 刚要进府却转过身来 下了进入家门之前 最后一条命令 去 把孟家所有在天乡城的产业 无论明里的暗里的 全给我砸一遍 嗯 不好 还是直接啊 让海城风全部接手 只把人打一遍就好 盯着那负责人 确认其轻身出户 孟家若是不满意 就说是我军墨鞋说的 先拿点利息 总账啊 等稍后一并清算 五六十名参天队员 齐声答应 争先恐后的一涌而出 直接接管了孟家所有产业 还只是一点利息 居然还得算总账 君无义 狂翻白眼啊 自觉自己呢 是越来越看不透 自己的这个侄子了 皇宫中 皇帝陛下 愁眉紧锁呀 对面呢 坐的是文先生 两个人以往都是在对峙中谈话 但是此刻 皇帝陛下已经没有了 下棋论天下的闲情雅致 忧心忡忡啊 看着旁边摆放着积累如山的折子 皇帝陛下脸上露出了一抹苦涩的无奈 折子上的内容几乎完全一样 请求称治君莫邪 请求把君莫邪法办 皇帝尝他了一口气 决断 哼 我也想决断哪 若说最想除掉君莫邪的是谁 未必就有谁能比我更迫切 可是你们也太看得起我了吧 这人嘛 总得有点自知之明吧 之前君战天实力虽也颇强 却只得天玄巅峰 始终的没有办法再进一步 因为若他再要进步 银城方面势必难容 纵然君战天另有军方实力 我倒也有手段可以是釜底仇心 当日浅君无义君莫邪远征天难 就是为覆灭君家的第一步棋 可是世事如其步步惊心 难以尽如人意 算日者人意算之 天难之行 君无义书职啊 非但毫发未损 更是出尽了风头 更可怕的 君莫邪竟能以一己之力 独占四神兽而大获全胜 这需要什么样的实力啊 这简直是连想也不能想象的 现在你们居然让我来决断 眼下的情形早已经脱离了阵的掌控 哪里能下什么决断 哪里敢下决断呢 陛下 好像心事颇重嘛 刚刚从外面回来 亲眼见证君莫邪大杀四方的 文先生悠然的抬起了头 睿智的目光 看着皇帝微微一笑 可是为了那君莫邪吗 正是 皇帝悠悠一探 漫步到窗前 其实陛下 或者大可不必如此忧虑 从长远来说 这未必就不是一件好事啊 眼下的君家虽然适当 但是君家的事 却可说已经太大 已经超过了某个范畴 以此而论之 反而对皇室呢 没有什么威胁了 超过了某个范畴 反而没有威胁了 这是什么意思呀 不错 若这君家一步步的逐渐发展 从现在到慕容世家这样的根深蒂固 然后再加上前清朝野的力量 的确呢 可以翻天 虽然改朝换代 也非难事 但是君家的势力增长的速度 却是实在太快了 几乎就在短短的三四个月之间 从一个草根家族 世俗贵族 一跃呢 到了当时最顶尖的 超级世家这种地步 陛下也知道 古往前来 超级世家的位置在哪里 而这个极世的世家呢 有其极其特殊的地方 他们对所谓皇位皇权的兴趣 其实并不大 相信君家的沉稳一段时间之后 也势必将慢慢的淡出朝野 于漫步云间观看 沧海变化 淡看风云变化 这是古往今来的规律 所有的超级世家 莫不如是 因为 所谓的超级世家追求的 并不是一时一世的烟花灿烂 而是千秋万代的渊远流长 叫看风云的洒脱 暗掌乾坤的快意 所以呢 陛下只需要选择暂时忍耐 等那个爆发户一般的超级世家 都进了微风 风头出腻味了 也没得烦了 虽然而然呢就会找到他们自己的位置 而在天乡国境之内 除了这样一个超级世家 对周边各国呀 却尽是一种莫大的震慑 这一次呀 君莫邪已说领扫之事 之所以引起这么大的反响 除了君家的往西速敌之外 更因为各国感到了这份威胁 所以呢 才会借机闹腾的起来 就算不除去君家 也务必啊 要令天乡皇室与君家交恶 否则 齐齐这种个人行为 俗然说 以书领扫道德败坏又怎么了 就怎么会引起这么大的事情 君莫邪那小子以往的名声 难道就很好吗 陛下一向睿智 怎么这次竟往坏出斟酌呀 若是陛下能一力平息此事 便是那君莫邪 桀骜不信不领陛下的人情 但是君占天的老儿 还有君无义 却一定会成陛下的心意 你 你说的这些 我怎么会不知道啊 可是啊 问题它不在这里 最大的问题在 血剑堂啊 血剑堂 记得上次陛下说过 这血剑堂乃是陛下手中的 秘密中签实力之一 知道了这些 在结合这一次的肖不语的供述 文某大致也能猜测到 事情的真相 那便是君无悔 君无梦兄弟的陨落 不过 君家现在始终也没有任何真凭实据 而君家呢 目前仍然是君占天与君无义说了算 但是他们两个 对天相成都是有着深厚的感情和极多的眷恋 陛下 热途难离呀 君莫邪可以不在乎 但是君占天不能不在乎 所以呢 此时还是有斡旋的余地的 哦 斡旋的余地 黄历听到这儿 眼睛一亮 不错 当年的事毕竟发生过去了这么久 虽然陛下从未表露过什么 但以君占天君无义父子的精明 如何能不怀疑呀 虽然那薛建堂就算再强说到底嘛 也就只不过是一个杀手组织 怎么能够左右军队的 但是君占天父子怀疑了十年却始终没有动 甚至没有寻仇 陛下可知为什么呀 为什么呀 我想君家倒也不是不怀疑陛下你 而是因为呀 他们这一家人 无论在世的 辞世的 今都为天乡做了太多太多 做的太多便是原因 君家数十年来 一直都是天乡的中流砥柱 等于是拯救天乡 营造天乡的最大的功臣 天乡帝国目前方圆数万里 民众遇万万人之数 所有的和平安乐 这其中尽都有君家人的血泪汗水功劳 就像是君家数代人用尽了无数的心血 才令这样一个局面出现呢 陛下 设身处地之下 若是您为了这个国家做了这么多 付出了两代人的生命 您真的会忍心自己再亲手毁灭这一切吗 毁灭自己最大的成就 毁灭亿万百姓的平安喜乐 不错 君家自己是人后之家 断然是不会这么做的 皇帝陛下眼睛一阵金光暴闪了 煞事之间 心怀宽敞了起来 他兴奋地来回走动 脸上呢 重新焕发出了光彩 不过嘛 但凡有些事情 该给交代的 还是要有一些交代 陛下 我另外送您一个字 文先生神秘的一笑 手掌往下一切 气 气 皇帝陛下 身躯于震 欢喜的脸色还未消去 就茫然地说 气 煞事间呢 心中一片苦涩 那可是自己最精锐的一批实力啊 历年来 为自己立下了无数的汉马功劳 为了自己的皇位 那些人已经不顾一切了 杰叶家 汉君家 这些人呢 无疑是居高甚伟的 且更是对自己的忠贞不二的手下 真的要舍弃吗 是的 气 不能不气 不得不气 若不气血殿堂 就必须正面面对君家 但是现在 君家能正面对汉吗 敢正面对汉吗 但局势一旦恶化下去 皇位可能还在其次 陛下的生命 整个天香黄水的安危 皇帝陛下阴沉着脸 身子呢 猛然地晃了两晃 戏血殿堂 不是为了君战天 也不是为了君无义 而是为了君墨邪 君战天与君无义 为了天香国付出了一生的心血 对天香的感情呢 可说是毋庸置疑 就是从人性的角度上来说 这两个人呢 也绝技 不会做得太绝 纵然他们明知道君无悔等人呢 是陛下的设计 相信也不会太过激 因为君家的努力 君家的心血 君战天的一生 君无义的半生 都是为了天香国而付出 甚至于君无悔的一生 君无梦的一生 还有另外两个君小子的死 也尽都是为了天香国 天香国等于是君家的精神支柱 一生奋斗之心血所在 也是最大的慰藉 相信就算是君战天真的知道了 真正掌握了真凭实据 陛下也只需大肆的封赏 然后道个歉 再发个毒誓 永不背弃之类 相信啊 他们也会捏着鼻子就认了 倒也不是为了官决 而是为了国家黎民 但是这君莫邪 却不同了 说来此子倒极有乃富之风 君无悔在亲身领兵之前 也尽是大智若愚 从来不显山不漏水 从未显露过自身的才华 而今想起啊 君莫邪何尝也是如此呢 再者 此子心性客毒 出道以来 素来是雅兹必报 为人更是心狠手辣 做事呢 坚韧果决 难道 难道说这 除了气之外 就 就再也没有别的办法 这实在是 皇帝陛下这个时候啊 脸色苍白 却攥起了拳头 似乎是下了决心 他实在是不想摒弃这些 他培养了许久的势力 可是面对君莫邪 这个莫大的威胁 他实在是 有些害怕了 欲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医事邪君 第三百医事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